风吹来的沙 我在悲伤的眼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钱不是省出来的 是靠赚出来的 我也被这话骗过 刚到手的工资 转头就张罗着请人吃饭 朋友推荐了哪件衣服 只要好看就下单 每次商场打折有人劝 比平水便宜一半 白菜价有什么买不起 非得等到付了款 我才开始担心房租钱 本来赚的就不多 弄得自己存款常年为例 后来终于想明白 钱是赚出来的没错 但不用省钱的 仅限于10%的精英 那些特别能赚的人 我们普通人只能一手赚钱 一手攒 最怕是赚不来钱 还放不下面子存钱 1.缺钱的时候 别装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 全国负债人数超过7亿 余息不还的 比例高达42% 信用卡透支 每天为了房贷 车贷而焦虑 成了很多人的常态 都是生活的无奈 如果手里有钱 谁也不会想到去借 可是太多时候 钱是本可以存下来的 曾经看过一个短片 重庆的小张 在工厂工作 每个月只能挣两三千 平时买新衣服 没少花钱 名牌的新款 随手就下单 买家里用的 多多益善 就算借网贷 也一样不能少 贷款还不上 又赶上朋友脚踏请客 他挨一口答应下 让人家随便点 好像自己比谁都有钱 表面上用着牌子货 吃喝玩乐都不少 背后已经借了 二十万网贷 花掉爸妈的所有积蓄 实在没办法 他只能和弟弟 互相借先周转 在街头面前 小张只剩下流泪 不看经济实力的消费 表面上过得阔期 其实都是给自己买雷 负债者联盟中 欠债的原因不少 创业失败 家人重病 被朋友坑 抽样统计后 却发现 最主要的原因 竟是超嫌消费和游戏 作家甘北曾说 很多时候 弱者表现的体面 都是为了隐藏真实的懦弱 很多人越是缺钱 就越想花钱 别人有的 自己一样也不能少 但随遇花钱 大手笔的消费 直到超出自己 能负担的限度 其实 什么也还不来 最多是爽了一时 往后的兽雄 要自己熬 还债的难 要自己承担 要知道 没有任何人 会为你装出来的有钱 点下付款件 二 存钱的时候别怕 前阵子 网上火了一个 抠门小组 其中二人轻诈的 省钱大神 比比皆是 到偏一点的小店 吃三四块钱的拌面 或者干脆买上 三块钱一斤的烙饼 解决一日三餐 吃完了西瓜 里层的瓜皮用来凉拌 外层瓜皮加糖 用油炒着吃 买了麻酱 先把上层芝麻油 分离出来 炒菜式放点 趴飞水费店 洗衣服全靠受挫 洗澡的一块肥皂 用了近一年 穿漏了底的鞋 羞羞补补补 再继续穿 为了存钱 什么取照都有 看起来穷酸伤面子 孩儿也没少嘲讽 但每天的开销 降到了最低 省下的钱 真的不容小觑 有一位网友 独计笑出来的 在广州打工 挣得一直不多 从两千起步 到三四千 最多的时候 他也只有一个月八千 但他生活上 极尽节俭 也不在乎 别人指指点点 四百块钱一月的房子 光鲜不好 每天身手不见五指 他住了五年 人家抽烟喝酒 他唯一的娱乐是跑步 控制吃饭价格 早餐五六块 五三十二块 晚餐十二块 时间下来 他用攒下的十万块钱 给父母在老家 一小县城 买了套房 他还打算过一阵 把父母接到身边 让他们 做个全面的体检 一家人在当地 早能抬起头 活得舒舒服服 电影《寄生宠》里 有句话 钱就是运斗 能把一切运平了 普通人想要日子好转 不能寄望于突然的发财 只能靠攒钱 只有把面子放下 好好存钱 才能有应对生活的敌气 才能过上好日子 不再受凶 三 高级的花钱 是做到极简 有个司机师傅 平日给学校拉货送菜 偶尔在课 一个月四五千块 车不够高档 但里面搭理得很干净 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他常说 没必要的东西啊 就不买不想 钱少 也能存下来的 够我们两口子 开开心心生活 其实存钱 从来不是件委屈的事 极简的生活 也可以过得很自在 我的同学方方 一进商场就两眼放光 每次都是拿着大包小包 满足地走出商场 等到欠了一屁股的债 丢了工作 才发现那些多余的包和鞋子 根本没用 徒增烦恼 日常生活中 必要的开支不多 只要不花无用的钱 存钱就会轻松简单很多 这家有个小伙子 仅靠两件衣服过洞 你一定以为他很邋遢 其实不然 他不仅穿着整洁 屋子也十分干净 做翻译的他 开始只想着 不用提太多的行李 慢慢惊喜下来 发现 只留生活必需品就足够了 衣服只留一套换袭 不需要想每天穿什么 用什么 钱花的不多 还能腾出时间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日子清静又快活 吴都佑 加拿大的女留学生带着 和朋友合租了一间老师公寓 东西都是从二手店里淘来的 不买瓶装水 不点外卖 用干掉的丝瓜 然后代替白结布 一条牛仔裤穿了八年 水起标签成了透明 自己做疯了保鲜膜 回收剩饭养花 他过得省钱 有精致 引得了无数人羡慕 真正高级的消费啊 都是做到了极简 学会断舍离 克制一下那些不必要的欲望 钱自然而然就省了下来 与此同时 你收获的是更安宁的时光 更干净的灵魂 更优雅的生活 四 受住钱才是最大的体面 我耳朵有句名言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老了 才知道的确如此 守住钱不是寒酸 而下下是认真的生活的表现 因为精简的欲望 因为放下面子去赞 在父母年老时 孩子需要时 在你真正需要钱的时候 你可以不必喝水 第三下四 不必为难 就像一代宗室的那句 人活在世上 有的活成了面子 有的活成了理子 而只有理子 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 成年人的世界里 守住钱 就是那个理子 斗里有钱 眼中少欲 久而久之 终会换来最大的体面 往后余生 你只需精简 不必要的花费 放下面子 默默地存钱 然后 惊艳所有人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谢谢你的收看